HELLO,大家好,我们是SH48 我是小羽卓,我是张欣,我是飞泉 今天呢,我们来到了世贸广场的六楼 然后现在我们来到这个新梦游局 新梦游局,然后我们其实是带着任务来的 什么任务呢? 抽! 好,现在是来抽吧 好,每人抽一张是吧? 对 看一看是什么 我们一个个来啊 我们先来 我的任务是,为什么嘉欣路的新梦剧院被称为梦开始的地方 我想应该就是因为我们SN48大多数的成员都是在这个新梦剧院出道的 然后也承载着我们的梦想和希望 然后是我们梦想萌芽的地方 所以我们的梦被称之为梦开始 对 好的,我们要喜欢听说一下 不是,第一次站上公演舞台表演的是哪首歌还记得当时的心情吗? 第一次,啊对,是青春派对 然后那个时候我还记得我们前面不是有那个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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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站在那个时候我们就心脏不动跳 很紧张 但其实每次表演的时候都会有那种很紧张的感觉 你呢? 我是上场前为自己加油打气的动作和表情 让摄影师切入跳 应该会这样 再这样子 我每次就是,啊好紧张好紧张好紧张 然后就加油,张欣你可以的 一如一样 我给大家证实原场返回 就是我每次在后面 因为我们两个都是从一边上 然后张欣在那边 好紧张好紧张 加油张欣 她每次都是这样 给自己打气 深还原 好的,谢谢大家的介绍 好,谢谢 我们先往下一个地方 好的,Let's go 徐花 现在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的任务卡 快知道几个任务 又有任务? 是的 是不是每个地方都有一个任务? 大家都是这样充满 对 那这次从我开始吧 我的就是 请打开新梦礼包 向粉丝介绍里面有什么 这个应该就是新梦礼包吧 好像真的 然后这个文件夹里面 上面就写了SN48 然后这种东西我最会说了 打开里面我们总共有四样东西 首先是SN48 S对的颜色的一支签字笔 然后就是这个卡片吧 这个好像可以写完字之后 然后挂在里面这个櫻花树上面 然后还有一个这个呢 这是这个 杏纸 这是杏纸 这个还蛮特别的 前面是白色后面是蓝色 还有星星是那个茶园的名字 对 而且连这个褶皱都是有特殊设计的 你不要看到只是普通的褶皱 就是它褶子在这个地方 就是一个一键穿心的感觉 对 它就是横穿了整张纸面 就是告诉大家 我们SN48都是一体的 然后一键穿心 一键 一键 这叫一键向前 这张纸 一键向前 就可以联想到我们实际的演唱会 我们最后的已经会到一键不远前 绝对不是我们一不小心折坏的 绝对不是我们一不小心折坏的 都是有设计的 没有错 然后里面 应该把他们两个留在这里 一直 一键 然后这里呢 还有一个变迁纸 这个变迁纸 也很 刚刚不是说一星向前吗 除了这个爱星 还有这种五角星 这叫天上的星星 地上的星星 还有就是我们心中的一颗爱星 就是我们那种闪耀的那种感觉 然后大家站在舞台上 给自己赋予的光 还有大家赋予我们的光 没有错 就是这种感觉 承载了很多人的梦 好让人幸福啊 没钱人讲话 不知道为什么 这就是这个礼包里面的所有的礼物 真的是还蛮不错的 如果是我的话 我也会购买 来啦 那到你了 是什么呢 这个笔就留给我一个信了 因为他写的是 如果给另外成员写信 会写什么内容呢 写在新梦 信 自然要我写信 你们知道我写信 可是很贵的吗 来吧 你写 既然走的是毕业季 那我就写给我的好姐妹吧 写给我的好姐妹 对 别太吵了 大姐妹 孔萧 许佳琪 张宇格 其实你可以在这边直接勾选出来就好 对 你说的也对啊 好 那我来说一下我的任务 我的任务是 用一句话为新梦油举打磕 让粉丝来领取新梦米包 你可以用一段话 你这个人话这么乱动 我可以不说话了 其实 大家敢展示一下 打磕 张宇很专业 打磕吗 我记得 一起 那我也加入吧 来 五六七怎么打 怎么打呀 不知道 来 应该是这样子 这样子 这才是专业 哇 很Pro啊 喜欢一种 那希望大家都来我们的世贸广场六楼 来到我们 新梦油局 来到 1月31号 就要闭馆了 还不再来 既不可施 施不再来 快点过来 好 结束了 我的姐妹们都完成了我的任务 你看这个真的好专业 有种那种 就大卖场那种 我明明是个rapper 把我形容成这样 上死了 真不错 点赞 我们喜欢一个点赞 那我们去接下来下一个地方 看我们是 好的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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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速度还蛮快的 我觉得它要起飞了 好想要买一个旋转木板再加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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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突然觉得最差一场好看 你要去挑这套衣服 你还得追着它跑 真的啊 这个不是我们的那个 对 这是我们以前的那个 我们来先看一下任务卡 好 起家鱼的衣服 来 我的衣服 从雪岸再加鱼呢 啊 哈哈 坐上新梦时光去体验一次 哇 你好幸福 好幸福 那它就留到最后吧 好 那你最后去体验吧 你最后去体验吧 你最后去体验吧 嗯 清嘴很贵 很贵 我觉得应该是每一次 其实不只是金曲大厂 是我觉得我们每一次 演唱会上 我每次遇到我们全员 大家一起站在舞台上 演一首歌的时候 我都会起鸡皮歌来 然后那个画面 是让我觉得 印象最深刻的一个画面 然后我是 行行协力那个 对 是是是 我是说出新梦时光机上 三个有印象的金曲大厂服装 那我首先 先说 呃 哦 蓝色那一套 这是我们 倒转魔法师的衣服 因为这套衣服是当时我们跟那个服装部的老师们一起去完成的 就是我们把这个初稿设计跟理念给他们 然后他们帮我们设计的 还有这一套红色是我们的队服 对 这是我们H队那个如果有你在的那一套衣服 然后还有 再转一圈 再转一圈 别 那我们还在等 还在上去 还在上去 还有一套 这个 这个是KIKI的衣服 因为我之前我看她穿过 然后这里带了一个红色的玫瑰瓜 就很惊艳我 就这三个我很印象深刻的衣服 对 好了 到最后一个 许阳的体验吧 就是她能够承受我的重量吗 可以的 我觉得你可以坐在这个倒转魔法师 我也觉得你可以坐在我们这个衣服隔壁 然后在上面 行吧 我走了 你要坐那个是吗 我们坐那吧 去吧 去吧 我就是 从那边拍的 可以操作人员5个 你上去了我去按启动线 我挑选吗 可以可以 三个可以转一个 三个 又坐到转无法室着地吧 说的话这个飞机里面 飞机里面 飞机可能是总的 有点承载不错 我也很怕 我觉得很 那些拽个十圈八圈 我们住下一个 就走的 其实有点孤独 可以救激 去吧 谢谢你 毫无留情面 真不错 好开心啊 走了 如果我家有豪宅 我一定买个 给你 放在这里 这是我们那个 这是歌吗 西蒙乐章 可以听是吧 对西蒙乐章 是历年金曲大厂代表性的曲目 然后这有单独这5个呢 就是可以有耳机的地方 它呢就是有拍过MV的 所以它是有单独的音源的 我最爱的歌 这么快就写到了 就差一点点 那我们来先选一个吧 选择其中一首歌并哼出它的副歌 我先来 wenn I go 我先被你牵起手 也许还差一点点 我先被你牵起手 也许还差一点点 我先被你牵起手 我先和你平肩 一起上去平几点 我是分享印象最深刻的一首歌 並闡述你的理由 我覺得這個吧 《花枝記》吧 然後我當時 因為這首《花枝記》是上一年金曲大廠 他們拍MV的歌曲滿對的 然後今年我也看到他們拍的那個MV 那個衣服也很好看 然後就是他們每次跳這首歌的時候 然後就是台上撒那個櫻花花瓣我覺得很好看 對 所以我對他印象非常的深刻 羊羊 一定要這樣 我真的發得還是隨意的 你就是那 我喜歡那個巧克力之文 喔 巧克力之文 因為這是他之前也跳的歌 他說講述理由 講述理由是因為我是這個 在中國這個Unity的圓跳 知道吧 所以說我就是在這個公園 不是 你為什麼是這個 你的任務就是這個嗎 你的任務被我拿走了 嗯 挺好說的 他說跟他合照 留下美美的照片 前往下一個任務點 請勿觸摸 很有可能 不能按照二十一張 對我們做了一批 哇 這裡的是 挂的四十張 然後 是8年間 找出自己在那裡 八年間創作的四十張 然後他呢 就是很多創作者 一起去副副的心血 不想让你们来的唱作故事 那到了故事的环节 就是说有任务的环节 哇 这个我这么想做 我帮我和你 可以可以可以 我这 这还蛮好做 我还难说 我这个暴难 我这能猜猜我跟自己姓 什么 相信你可以的 我觉得你 我绝对猜不出来 可以的 其实很简单 我不行 应该是这个吧 莫涵 因为就是当时 他在这里面 三个队的队长都在 先分享一下你抽的题目是什么 我的题目是 猜猜莫涵前辈前辈田芸前辈 张宇哥前辈 分别喜欢哪张专辑的封面 你这 莫又不会读心术 那我就猜莫涵前辈最喜欢这张 然后 然后 Tako 这首 Tak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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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首 Tako 他们三 选的都是同一首 同一首 同一首 嗯 最新的 比较新的 我觉得会选 非常入手 要逆向死位 逆向死位 最不会选的 最不会选 新的 SLY 就是 嗯 不想 没有自己类的 没有自己的 就是那个 不会是水族丹吧 是这个吧 什么都没有 真的 真的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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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真的 这都能中 为什么呢 你说难吗 也不是很难 因为里面没有他们 哦 因为他觉得这干净 不是 你的意思是 就是这个 简阅好不好 简阅style 简阅style 你们的题目 选出自己有参与录制拍摄的专辑 并分享录制或拍摄的趣事 就是说你拍选择的趣事 这其实还蛮多的 我出现了三个 我想想 好好 1个 2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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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个 4个 5个 6个 6个 还有6张 哇 7张 哇 哇 然后我可能比较喜欢剩下好声音吧 因为当时这首歌 对这首歌真的很好听 我在那里吃了50包 对 而且因为当时我们是第一次出国拍Ami嘛 然后去的是塞班 然后当时就第一次出国拍Ami那种心情就很快乐 就想哇终于可以出去又可以拍Ami 但是说实话这是我拍了这么多的水游以来 晒了最黑的一次就很难再 在塞班被晒干 就是很难被就是再变白变成冷白皮 就是因为这个 他就会拍Ami 对啊 没的理由放在这个专辑上 白皮就是因为这个 试试太过沉重了 来到你了 杨姐 在40张专辑中 选出西中能才前三的专辑并给他们拍雪 来了 很招 我觉得 我觉得我觉得是武打赏不错 为什么我要比你来 那还有纳不勒斯的黎明也很不错 松阴 高级 你要水水水水水 我喜欢这个 就是我最喜欢 这个我脸太圆了我不喜欢 我很喜欢 骗我吧 好的 然后台式 台式就有别排的伤感器 明年第一 都是最好 透露一下 此次公演的服裝 會有哪一些亮點 不能 有沒有 就自己穿有點小設計 這個是我們 張欣翔的 對 我們對的衣服 是我自己畫出來給那個 服裝部的老師 對 然後就是 有 他們應該沒有看過 沒有的衣服 就是有一個披風 因為我覺得 我們對的歌曲都蠻善氣 而且我們大家的風格 都比較偏帥一點 所以我覺得 就是一個 就是 就是它是那種 下半身可以很性感 但是上半身看完就很 多性感 也沒有很性感 就是那種A字體 就是我做了 因為分別做兩種嘛 因為它他們都 就是 就是適合兩種風格的人 一種是那種 可以性感大姐姐穿 一種是可愛小妹妹穿 就是都合適 就很百搭 對 滿意了滿意了 然後分別用三個詞語 可以總結自己那首歌的風格 你先吧 風格 簡約 性冷淡 高級 幹嘛 這不錯 你呢 可愛 輕色 清純 嗯 帥氣 武裝 讚 好的 非常期待 三個人的風格很分別 我覺得不一樣 非常非常不一樣 對 我們非常期待下1月16號 進行大廠演唱會 你們的表現 好的 好 我們去下一個行動電話題 嗯 先跟大家講一下 好 這邊我們是專門做一個行動電話題 然後如果 怎麼使用呢 就是我們在那個手機上面 點擊那個加進路的站牌 然後再輸入其中一位 一七聲的電話號碼 四位數的啊 就月份 則日份 然後就可以聽到 來自一七聲前輩的聲音 還有可能有祝福 有可能 他的一個自我介紹等等的 好的 那你們想試一下嗎 好 來吧 我們做個卡來試一下 可是我們都很一樣 不一樣 分別 打給三位不同的一七聲 因為我們是隨機的 就一位一七聲他有三條 他可能每一次打的 又可能是同樣的 也可能不一樣的 那來 我是打三次電話給同一位一七聲 想打給誰呢 我打給 你們猜猜 我先來試 來你拿 猜到是誰了嗎 0111 是不是 我以為他報警電話 哈哈 他不接電話 問我猜猜我是誰 我沒猜錯的話 應該是萬萬姐妹吧 再打一次哈 還掛我電話 大家最吸引的女生是誰 你好 我是雷 我是雷 拜拜 拜拜 他有最後一次 要等他接電話要很久 稍微有點久 因為要裝扮一下 喂 大家最吸引的女生是誰 你好 我是秋千怡 三次電話結束 人到你們了 我體驗了一下 就是還挺好玩的 真的有那種真實的接起電話 哦 打給三個不一樣的 那首先先打給 某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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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脱了 我脱的心眼快樂 我脱的 為你點亮了 全新的世界 天高海過 商場打折 商場打折了 我覺得 我這個 這是他們以前的天使帝 嗯 然後再打給 小田 想两下就迎接了 好迅速的女人 喂 I want you m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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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我是前辈婷 拜拜 拜拜 那我的辈出我们7th census 那现在来不及了 孔香营0411 章语格0511 雪佳琪0827 戴蒙0208 来我打电话给一下那个 The Night许佳琪 The Night许佳琪 Hello Kiki Hello 再打电话给张雨格吧 我可以把我们七三色都打一遍吗 可以 所以听到了什么呀 我好好奇 就是Catchpress 张雨格给我一个不一样的 还有要求 快给Taco打电话 嘟嘟巴拉巴巴 嗯 是吗 嗯 哇 他说如果感到压力巨大的时候 就跟我一起深呼吸321 嗯 真的不错 好治愈哦 哇 你看吧就是幸运人 再来一个啊 口笑一个 他肯定是骂我的 哈哈哈 好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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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个姐妹 还有一个姐妹的 把端水 谢谢 很帅 嗯 他说生命中所有的努力都是不期而遇的惊喜 猜猜看我是谁呢 这些都是他们自己说的话吗 就是不一样的 对啊 真会想 然后今天呢我们的探馆活动就差不多是到这里是结尾的了 今天有没有一些印象深刻的互动环节是想和你们分享给粉丝的呢 我觉得 可能打电话很好 嗯 挺有心意的 打电话感觉就是可以听到就是说平常没有听过的一些成员的语音 会觉得就是专门属于自己的 而且真的那种打电话的感觉很真实 很好很真实 大家一定要体验一下 是的 我觉得还有很多小小的隐藏部分没有被大家发现 如果想要发现的话 需要大家自己来现场感受一下 因为走在这里面氛围也是很重要的 会有一种 就是清零到这里的感觉 对 青春经历了 不是就是青春经历他们之前 就是从Gounding Plan这样子 就是衣服啊各方面还有专辑墙啊 所以说如果大家想来的话一定要快点来 因为他到1月31号就要结束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在1月31号之前有机会的话可以来我们的世貌广场六楼 体验一下我们的S.H.Portier 新梦之旅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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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